這個南部萬安四十二號演習 南部地區是高雄 台南 冰東 冰金門地區 然後呢 說總指揮官 是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因故衛道政作廠 改由副市長弘東為指揮 這樣是可以的嗎 這根本就是兒戲 一般來說是總指揮官都要到嗎 當然總指揮官一定要到 這個其實演習 視同作戰 對 這就是視同作戰 那這也顯現在剛剛大家很嚴肅 很認真討論對市政治理 或是說高雄市的治安 可是可能在他的想法不是這樣 難怪你說要安演習 總指揮官不去嘛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紮紮實實的 不管是交通的 教育的 都市發展的 像這種牽涉得到有關於警政 甚至有關於安全事項的部分 得不到青睞面對市政治理 他這樣的做法我看來是 六月一號非常高明的動員手法 所以六月一號的董完 他說十萬 上看十五萬 這些接下來這兩三天 類似這樣的情緒炒作 一定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可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噁心 當然我稱讚他非常非常的高明 應該是說我們惡劣法 是這樣惡劣 非常非常惡劣 因為演習 請大家看 這個萬戰四十二號演習時 是三十分鐘的簡報發放 人車疏散 交通管制 演習期間四同戰爭 那既然四同戰爭 這個市長到底是你沒用什麼 這麼重要的事情 他沒去 而且這個地方不是只有高雄市 他是連高雄 台南 連金門 坪東 他是一個大區域的 所以你是因為你是高雄市長 所以你是等於說這個 這麼跨縣市的演習的指揮官 其實這個很大的榮耀 也是一個責任 為什麼不是台南市長 為什麼是你 對不對 因為你在你的人口 你的面積都是最大的 而且你的位置 你又掌握了空港對不對 那你又有掌握了大的港口 結果你今天高雄市長 你擔任我們這麼 還跨離島 連金門都算 就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麼重要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你不去 我也搞不懂你這半個小時 你在忙什麼 其實就只有半個小時而已 又不是要你去扛砂包 又不是要你去扛什麼 什麼救火器材 就住在那邊而已 對不對 就在那邊檢閱 那我覺得你到底忙什麼 我覺得他應該要交代 這半個小時到底去哪裡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鎮知道了